上次我們談過一個集合 A 在一個 matrix space M 裡頭 它是 open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A中的每一點 我都可以篩入一個 一個適當的Ball到 在這個A中 對吧 那因為所有的Ball 都是 都會包含在M裡頭 這個大集合 因此這個大集合很顯然 它會是Open 那我就把這個性質寫下來 這個Proposition M這個集合它自己是Open 因這個很低 那是因為所有的Ball 包含在那個M裡頭 這個D of R 它包含在M 對所有的X 因為這件事 所以by definition 這個M也是Open 好 那底下呢 我們事實上來看一下 那這個 當這個M是RN的時候 也是我們熟悉的 歐式空間 跟它的長距離 那我們就可以決定 這個Ball到底是什麼 所以如果說這個N是E N是E N是E的意思R是一條直線 對吧 一條束線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當N是E的時候 DSE呢 根據我們當初的約定 就是以X為原心E為半徑 應該這樣說 跟X距離 小於等E的那些在 R裡頭的點 所以呢 你就知道那就是 這是束線對吧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是 X-E跟 X-E 所以換句話說呢 那根據我們的約定 這個Ball 是所有跟它 距離小於E的 那些元素 所成的集合 那元素在R1裡頭取 所以呢 這個 這一個 Ball呢 就變成是一個 以E為原心的 長度為E的開區間 那如果N是2呢 那這時候呢 抱歉 In general應該考慮R對吧 那這是S-R S加R 那如果說呢 在N是2的時候 任意點 長度取 它的半徑取值為R 那根據我們的約定 那同樣 就跟剛才講的 那是在 R2裡頭 所有跟S距離 小於R的那些元素 所成的 集合 那這時候就會變成 那就是我們熟悉的一個 圓 圓心是X 半徑是R 所以這個地方 你就會發現 這個事實上就是 就是 就是 Y屬於R R2 然後S平方加Y平方 它的距離會小於R 那依此類推 你可以知道 N等於3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 一個 以S為圓心 R為半徑的球 O 我現在這不是坐標 所以是S-Y的距離小於R 我現在不是坐標 所以謝謝你提醒我 這個距離小於R 現在的每一點 這個X事實上是一個點 它就像我們上次在維基方2 後來表示 我可以用S來表R裡頭的點 它的坐標是個數對 所以這個S不是我的坐標 是我的點 所以我這邊寫錯了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在這個地方 那也是一樣的 只是這時候呢 這個是 這個就是 這個半徑為R的 的球體 腹包邊的球體 那同樣道理 如果你這是四維 那這是三維球 然後呢 如果N等於一般的N 那就是N維球 OK In general 這個 是 一個 ES為圓心 R為半徑的N為球體 好 所以 如果我們這邊 討論了在R裡頭球到底是 Ball到底是什麼 那基本上從這個地方 你我們再延伸出去 所謂的open set 是它在這個集合的每一點 我可以篩入一個適當的 適當長的半徑球 對吧 那換句話說 如果A在R裡頭 它要是一個open set 那每一點都要可以 篩入一個N為的球 對吧 那這個A呢 它所在的每個元素附近 事實上都要包含N為球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這個A呢 它代 好 譬如說 那譬如說一維的曲線 在N比1大的的時候 那它會是開極嗎 一維的曲線 對吧 你已經說它一維了 所以一維的曲線 在這條線裡 我篩得進去一個N為的球嗎 顯然不行啊 球在這裡啊 是吧 剛剛討論過 如果它open 它每個位置都必須能夠篩入一個N為的球體 所以如果這個N是3 你馬上知道哪些集合不會是open 點不會是open 點是0維的集合 曲線是1維的集合 對吧 面也不可能 面塞不進去球 懂我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 在這個地方 open你要知道 它處處看起來要是 要能夠篩入 所以它大致上附近都要看起來 像一個RN裡頭的一個小型世界 Anyway 這只是從 它的定義裡頭我們去感覺 那我們再做幾個例子 來讓大家理解一下 所以如果這是R2 所以我現在 如果我所在的平面是R2 那這個集合是我的A 請問op不open 請問你op不open 當然不會open open是每一個點都要能夠篩入一個球在它裡頭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那就不叫open 哪個地方出問題 它的尾巴 在這裡 這個集合本身是這樣 對吧 然後根據定義 它在這裡如果是open 那必須要能夠篩入 在R2裡要篩入一個二尾度的球 二尾度球 但是現在是圓盤 篩不進去 我只有一條線我篩不進去 所以你大致上可以知道 open 所以它事實上長得圓圓胖胖的 它不允許有任何地方像是這樣的出現 也不能帶有這些點 等我再講什麼 我只是舉二尾 但是剛剛事實上已經說過 如果這是RN 那它只要它的集合維度小於N-E 那都不可能 OK 或者是說它集合維度有些是 有些譬如說像這個點 這個集合在這個點附近是二尾度的 可是它在這裡卻是一尾度的 所以那也是不行 好總而言之 基本上從它的定義 所以我們大致實上知道open它必須是 是非常 就是它必須是胖胖的 好那 這個只是一個直觀上的看法 底下我們正式來做一些例子 譬如說我想證明01 這個開區間 這個開區間 事實上在R 事實上is open in R 但是呢 我同時也想證01b is not open in R 好 那三分鐘給各位 我們先證01 open in R 你可以畫畫 可以畫圖看看 好這個是我的數線 01呢現在基本上是這個集合 所以我要證這個區間 它open 好從所證想起證什麼 存在一個rbo 存在一個rbo 論述如何 沒有組織 沒有對象 誰存在一個rbo 對這個集合裡頭的 每一個元素我都要找到一個rbo 幹嘛 塞進去 對吧 放進去 對吧 所以這時候牽涉到它的論述中 每一點都要 你要一點一點去做 還是做一個代表全部 所以從你剛剛所唸的你就知道 那我要先挑一個點出來 所以你的繼續畫一定是令X 屬於01 不過我們先從圖形上來說 再開始做 圖形上能不能 你從圖形上能不能看出 每一點真的塞得進去一個rbo 如果在這裡你就塞 這樣 但現在是去 現在的bo是一個區間 對吧 因為它只有一圍 所以你在你就發現是這樣 如果在這裡那就這樣 你就發現我真的塞得進去 所以它真的是open 沒問題 但問題是你覺得它open不夠 如果這個是一個簡單的練習題 你要把它寫出來 我們就要來寫它 那怎麼寫 就從剛剛所講的 從求證開始想起 你要證什麼 然後一你要證的東西去開始寫 所以第一個我選一個點出來 好那 我要找到一個rbo放進去 對吧 這個點因為你說我要做一點代表全部 所以假設這一點在這裡 對 那 那個bode半徑要取多少才放得進去 不會滿出來 這時候你會發現不是這一段就是這一段 那s只是我的示意圖 所以我不能說是這一段比較大 或這一段比較小 因為如果我畫在這裡那就不一樣 我畫在這裡又不一樣 所以總而言之我身上是比較 s跟0的距離跟s跟1的距離 讓我取小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另這個r呢 就是s跟0的距離跟s跟1的距離頭取得最小 好那s跟0的距離怎麼表 怎麼算 那就是相減的絕對值 所以呢 s-0的絕對值是x對吧 因為你在哪裡取 在01取 本來我應該放絕對值 可是01的絕對值本來就是自己 所以這時候我就取x 然後再來是x跟1的距離 所以x-1 這時候我要取絕對值 好 我不知道哪一個大 因為這個是任意點 但是呢 我就是總而言之呢 不是這數就是這數我取出來 你幹嘛要取這個r呢 因為這個r是你所取的 對吧 折 所以一旦你令這個半徑這樣 折 如何 以s為圓形金 r為半徑的這個bow 一定會 包在0一開 這個一定沒問題 這是事實 因為x落在裡頭 所以那個 這個就是這樣 那做到這件事情幹嘛 就推得 你做到這件相當於每一點 我篩入一個rbow在那個結合裡頭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推得 01 is open 好 這是第一個例子 那第二個例子呢 只不過是把1加進去 對吧 所以這個圖形 事實上是包這一段 好 現在他說不會open 圖形上 你看出他為什麼不open的嗎 1的那部分出問題了 1的那部分出問題了 塞不進去 因為一個bow是個區間 一定有左邊跟右邊 所以不管哪一個bow都會超 都會在他右邊存在 所以他不會open 好 一分鐘你把它寫出來 所以從求證想起我要證 他不是open證什麼 有一個點 找不到rbow塞進去 所以如何執行 所以這個說法 這是事實 可是能執行嗎 找不到rbow塞進去 怎麼叫找不到 所以 所以找不到 在數學的反面你直接去否定它 事實上 把那件事情說出來了嗎 沒有 所以你還要再去演繹一下 什麼叫找不到 所以原來是說 每一點要找到 一個rbow放進去 對吧 不對那就是有人 你找不到又是直接去否定它 有人 他的所有的rbow都塞不進去 找不到的意思是 所有的rbow都做不到 才叫做找不到的意思 是嗎 好 所以在這個時候 有人 那在剛剛已經討論過 有一個點 他的所有的rbow就是放不進去 會滿出來 那在這裡有人 有一點就行了 你找的點是 1 所以我要去說這件事情 對吧 所以 因為 對所有的r大於0 這個可以放前可以放後 以1為中心 r為半徑 的這個bow 怎麼樣 它一定怎麼樣 不會包含在01 這是事實對吧 因為這個區間是什麼 這個區間是 1-r 1加r 根據定義 對吧 所以它有一個點 1加2分之 比1來的大 所以這已經是事實了 因為這個bow是被約定好 事實上就是它 你寫不寫它 無所謂 因為這本來就是 就是大家知道的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講了 你沒有特別指1對吧 可是當你在講它的時候 1已經被指定了 然後那個rbow不會包進去 你在前面說是對所有的r 或者你可以把它放到後面去 這件事情的成立是對所有的r 屬於對所有的r大於0 這個取決於個人的取號 這件事情的成立是所有的半徑 所以換句話說 所有的 以1為原心的rbow 它通通放不進去 對吧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 所以 01b it's not open 因為open是可以做到 你說它做不到 那根據當初的約定 那它不是open的 好 基本上是這樣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是 這為什麼 01開是開 01b不是開 1與2的差異在哪裡 它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它有一個點落在邊界上 對吧 從這裡我們延伸到二維空間 我們在建立什麼叫集合open 那因為我必須拿一個具體的空間出來 所以我們只能拿rn夠具體 所以譬如說我們再做一個例子 那如果現在呢我們考慮 那如果現在呢我們考慮 這樣的一個集合 ab 區間 ab 區間 乘CD 區間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長方形 那我要證明它在r2 是open 好兩分鐘給你 好兩分鐘給你